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气从阴晶中间发跃出来于外 那这样阳主动就觉醒过来就开始活动了 是吧 那么阳气进入阴晶被阴晶前肠阴主进 那人体逐渐就抑制安静睡眠了 所以他对于睡眠的形成就这么两条了 就是阴阳的一种运行交替 那么这样看起来把这个机理把握了 你在理解这个睡眠失调的时候 他的肿的病机就好办了 睡眠了就是这么两个方面的失调 或者是睡眠怎么 太多了 失睡一天都睡不醒了 是吧 或者说睡眠时间太短了太少了 睡不着失眠了 是吧 所以说起来就这么这么两个问题了 那么第一个失眠 既然说失眠 睡眠的形成是阳气入于阴 被阴晶前肠 折媚就睡了 那么现在失眠就说明什么 阳气总是不能入于阴晶 被阴晶前肠 阳气总是在外 阳主动 所以他就老睡不着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肿的病机一下就把握住了 就好理解了 失眠总是阳气不能入于阴 那么这样就导致容易发生这个失眠了 所以这是一个肿的病机 那么怎么可能导致他一些阳气不能入于阴的原因 具体的来说 比较常见的就有下面这些几种情况了 而这几种情况来说 又正好能够说明 这个失眠的表现的特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笼统简单的平时说 失眠就是什么 睡不着 就这一个了 但是我们对失眠的定义 你看并不只是一个睡不着 在二十五页 失眠下来第一行写了失眠是指的经常 不易入睡 这个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 睡不着 不易入睡 这个才是睡不着 是吧 但是后面还有睡后一醒 他上床还是能够睡着了 能够入睡了 但是睡一会儿又醒了 有的时候睡醒了 这个是被吓醒的 受惊吓而醒的 这就再往后说了一个实时惊醒 这又是一个特点 再有我们说失眠 甚至于是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彻夜难眠 所以这个失眠实际上是定义的范围 就不至简单的 只是一个睡不着了 是吧 这些都算失眠的范围 只要他整个晚上睡眠的时间 说短比较少一点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规定 失眠中间有这些 不易入睡 睡后一醒 时时惊醒 什么彻夜难眠呢 就是说他不同的原因引起他的失眠的特点表现不一样 是吧 所以这样看下来 再往下看 我们说到失眠教材说了 第二段说了有阴血亏虚 是吧 阴血亏虚 阴虚火旺 这些原因就是分别导致失眠的特点不一样了 其中阴虚火旺是从性质上来说是阴虚 辩证上还要结合丈夫定位 我们现在这些教材提到的一些人是刚开始比较简单 指定了一些性质上的一些 是吧 那么和我们以后讲到的丈夫辩证里边要说的呢 就主要是指的心圣阴虚了 心圣阴虚了之后 阴不能致阳 心阳就要偏抗 一旦心火偏抗不如于阴向上 这样就怎么样 三召失眠了 心火扰乱心神了 是吧 这个时候在大家学中基的语边 是不是说 心火不能下交圣阳 心火不能下交于圣了 这个是不是就叫 心火心圣不交了 所以就说 说他阴虚火旺 是指的他的性质上是阴虚了 哪个丈夫的阴虚呢 最常见主要就是圣阴虚了 不能上级心阴 心阴也不足 心阴虚了就不能致阅心火 心火就偏抗 是吧 这样就失眠了 所以这种人的特点 他一睡上床眼睛一闭上 他就这个心火一炕就烦躁越想越睡不着 是吧 今天的昨天的一幕幕一件件一桩桩啊 都在脑海里浮现 是吧 失眠 阴虚火旺 第二说虚的这个出现的都是睡后一醒 睡后一醒特点里边又在说这个醒的方式上 常常他感觉睡的不是很深很香的 总是迷迷噔噔的 说没睡又迷迷糊糊的想睡了 你说睡了他其他的什么事又知道一点 这一类的睡眠不是太好的 我们就多半可能说是云血虚了 信质上就说血虚了 血虚为什么容易失眠 心煮神志 血虚了不能养心安神了 干血虚了 干血虚不能藏魂了 干煮魂的 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倒置 那么他这个心神不宁而失眠 是吧 那么这个血液的来源在哪里 脾为生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就说心脾两虚 是吧 性质上说是血虚不能养神的失眠 那么丈夫上就是心血虚脾气虚了 是吧 脾气不能运化 那么血液生成不足 所以丈夫辩证以后要说的就是心脾两虚 心脾两虚很容易倒置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刚才说了 那么这个他的失眠的 醒过来是受惊吓而醒过来的 这个就要说到惊吓就有什么关了 刚才才说的与胆有关了要注意 说 我们书上说到的就是性质上心胆气虚 或者说有痰热泪扰 这个痰热泪扰也是说的是肝 这个肝胆欲结而导致的痰热泪 痰热泪扰 是吧 痰热泪扰 所以从丈夫上也说到与胆有关 叫胆意 谈扰 以后在丈夫辩证里边说胆的病症说胆意 谈扰它的整段要点的一大要点就是要经济失眠 受惊吓惊恐 所以这是最后一醒的一些原因分别的失眠的特点不一样 最后再说彻夜不眠 饮食堵在这 是吧 宗教饮食机制在这 那么这样阴阳上下不能交通 阳不入于阴 所以整个彻夜不眠 这个可能大家更有体会一点了 是吧 有时候晚上来了同学朋友了 可能就出去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下酒足饭饱回来 你看就在寝室阔道上又是闹又是唱又睡不着 是吧 所以我们中医说的这个叫胃不合则卧不安 中基可能也都引用到这些话了 胃里边不合唱 隐私极致 睡卧不宁的 所以有些人他在这种情况他只能怎么办 赶快上卫生间去 怎么样 是吧 实在很很很老火了 这个要把饮食给吐出来 好了 胃合了 睡觉了 安稳 是吧 所以这个是晚上 不要 为什么我们民间的说法都是晚上吃少 那晚上吃多了 饮食堵在这 你就胃不合则卧不安 注意的 饮食 所以失眠 注意的这么几种常见的原因 这下失眠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大家有些体会了 所以就比较 我就是 我就是 是吧 讨论就激烈了 多少有一点这些感觉了 其他有些的一些心悸还没有患过那种病 还没有感觉坐在下面听着都没什么反应 现在讨论激烈了 注意一下 这是失眠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来了一个失眠的病人 你还要怎么问 你要想过来 倒过来总是要想这个方法 我怎么去看病 意识病人来看 叫你看失眠 或者你们家里边有亲 疼好友说家里边有失眠了 请老师给你开一个什么方 你不要就这样来告诉我 老师开一个自失眠的方 我开不出来一个可以怎么自失眠的方 那得要看什么 了解清楚 失眠究竟是不易入睡 还是睡后一醒 睡后一醒是受惊吓 还是睡的不是很深的那种 把这些了解清楚了 伴随一些什么症状 才可能说治疗这个失眠 用什么办法 这就是你学这个道理 遇到失眠的该这样去思考 这是第一 问睡眠的第一 第二 那么失睡 也就是说是 睡眠异常里边正好相反了 这个时候是说睡眠太多了 超出了正常一般 这个睡眠的那个时间了 睡不醒 是吧 一天的话能都比较疲乏 那么这个时候说失睡 总的机理 对不对 根据睡眠的这个机理来理解它 那就正好是说阳气 不能从阴晶中间 发跃出来 总是被阴晶潜藏 那阴阻静 所以它就疲乏 想睡了 知道 所以总是阳气被这些阴晶的这个潜藏了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能够引起的这个原因 那么涉及到与阳气有关的丈夫 我们一般主要只说哪些丈夫了 丈夫中间 生理功能学了 干阳 有说干阳虚吗 圣阳 喜阳 新阳 一般只说这三个丈夫的阳气功能有比较明显的 喜阳要运化 是吧 喜的阳气要运化身心 圣阳要温 增腾气化温序 是吧 新阳 新的阳气要推动血液运行 一般只说这三个 其他的一些肺肝 一般主要是在气 知道 所以他与这个有关的 你看设计的丈夫就这几个了 那么嗜碎里边 第一个说是属于 喜阳被困阻于类 阳气没有虚弱 但是困阻于类 阳气发跃不出来了 那么阳气发跃不出来 不能上身 这样的话呢 那么 知道 没有阳气来整份主动 所以他就嗜碎倦怠了 所以这一类的 那么他是属于实证 但是是 痞的阳气 被困阻于类 痞的阳气不能生轻 所以这个困阻 我们一旦说困阻 那最容易的就只能是什么 失 用到困这个特点上 这个名词就是说失困 而困也只能说失血的话呢 就是犯疲了 因为疲 喜照 勿失 那有一点失 你越是勿他 他就越是要来 是吧 你怕他 他就稍微多一点 就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是吧 那么 内生的失在聚集 可能是痰 所以我们就说 痰失困疲 那么他最主要的特点 就特别 是吧 感觉主要是一种困 困倦 这种情况 所以这些 虽然我们一句话说 谈失 但在临床上来说 就可能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 那么夏季 我们是不是会感觉 比较困倦 倦怠 那就是说夏季 是雨水增多了 长夏季节 失度增大 这个失在困疲了 是吧 所以他这个谈失 有可能是季节性 有可能 也有可能你说不是季节性呢 我这个人没有这个季节性 一年四季都比较困难 区域 地利环境区域 比如说成都这块地方比较困倦 这儿比较潮湿低洼 成都这儿川西平原比较低洼 水流湿度比较大 走到这一块来了 常常会感觉比较困倦 是吧 比较困倦 川东那边就会好一点 北方你会觉得好一点 干燥 阳光明媚的 精神好 是吧 这儿常常比较阴湿的 所以走到这儿 有可能上课都还在 是吧 困 可能区域地利环境 也可能有关 还不是区域地利环境的 有些人你说他又在北方还是老饭困 四岁 也不在那个季节上 形体很肥胖 胖人怎么样 胖人多谈诗 胖的人是不是常常比较 走在哪里就像坐着 坐着就像躺着 比较疲发 倦怠一些 是吧 那可能就体制这些因素 也可能有影响 谈诗比较重 我们前面望体型说了 胖人多谈诗 他也可能比较疲乏 是吧 所以这些的话呢 一句话谈诗困住 可能要见到的情况 就各种因素 是吧 外感的区域的 这些什么体制的 很多了 很多了 所以这一类的 注意的是实证一类的 是吧 虚症里边当然就说了 既然是阳气不能发跃 自身阳气虚弱了 发跃不出来 失碎了吧 这个容易理解了 那么要说阳气虚 刚才说的 或者就是脾阳虚 或者就是心阳虚 胜阳虚了 这些三条都说到了 是吧 或者是脾的阳气虚弱了 不能生青 发跃不出来 想睡 或者是心阳虚 胜阳虚了 这一类的一些情况 当然脾的 总是说与消化有关 所以要鉴别 它能饮食方面的一些 受影响 这个腊叉 吃了饭以后 要更多的 我们说脾胃 要去运化 现在它本身脾胃阳虚了 这样就更不能去 生发整份 它的这种精神 这样的话 能嗜碎更明显 我们生活中间也有这种体验 吃了饭之后 是吧 那都觉得精神要差一点 要想睡了 是吧 这是嗜碎里边关于 真的如果严格的说嗜碎 其实就主要是这几条了 与这几个丈夫的阳气有关的 前面这三条 至于嗜碎里边教材 后面还提到的这个情况 说在后面二十六页的 说第二的一段开始说到的 这个情况呢 其实就有点 严格说来 这个就不是嗜碎了 因为在你看这教材说的 第三的一段 二十六页的第三的一段 紧接着也就说了 这个嗜碎与昏碎不一样 是吧 所以第二段所提到的这两种情况 其实是属于昏碎的范围了 是神志受到影响 扰乱了心神 是吧 或者是蒙蔽了心神 温热病的热血 这个扰乱心神 蒙蔽心神 是吧 它一个是昏迷不醒的 其实是 是吧 所以严格说来 它不应该算嗜碎的范围 那教材在这 讲嗜碎 又讲到这两条 讲了之后 下面又说嗜碎 不是昏碎 那按理说 就不应该在这讨论的 是吧 所以我们就注意一下 你知道这两个 说的特定的这个情况 是吧 特定的这个情况了 说的实际上是 心神受到扰乱 昏迷不醒的昏碎 那温热病 热入心包 或者比如说什么 中风的那些 就谈着淤血 蒙蔽心神 是吧 现在说主 这个大脑中枢神经 受到影响 昏碎不醒 是吧 所以这一类的人 应该说要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特定含义 特定含义 这是大概我们说 临床平时说的真的 嗜碎这个疾病 应该主要只是前面三种 神志上并没有影响 他也知道不该睡 但是这个睡眠来了 挡不住啊 就在那点头了 那个才叫说是嗜碎 睡意朦胧 这就大概作为问睡眠的内容 所提到的几种情况 这是第六的一点 需要对于睡眠失调的一些疾病 第七的 询问这个问饮食口味 那饮食口味的话呢 也说的是这个 在询问了解 作为很多疾病 它可能表现为这个饮食上的失调 口味上的失调 饮水口干 口渴这些方面的失调 所以这主要是说 这些用来对于一些疾病方面 判断它 究竟是 这个通过饮食口味的一些现象 去判断它 这个相应的脏腑功能失调的 那么作为问饮食口味 一般说来它的具体内容上 我们容易从现代的名词容易想到 它具体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呢 饮食口味 饮食口味就两个了 吃到 就说好像就是问饮食的情况 吃饭的情况 问它的口味 有没有口中的咸啊 酸啊 钱的这些 是吧 按现在这么容易理解 但是注意了 我们说也还是说中文饮食 饮和食又是两个含义了 饮是指的饮水 主要说的是水的问题 饮水 所以这饮食口味 一共有三大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问饮 一个问食 第三个问口味 是这样的 那么问饮最主要的表现 我们想不想饮水 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 口渴与口 是吧 渴与不渴 所以才说第一个口渴的问题 是吧 口渴 这就是说是问饮的问题 再问饮 那么口 主要来说要回答的这个也只有这么两个两种情况 是吧 口渴或者是不渴 那么一般说来口不可能不作为一个很直接诊断什么疾病的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他对筋液来说影响不大 他那个病 是吧 没有严重的明显的损伤 或者是他的筋液的运行方面没有影响 所以他这个没有口渴的 和我们正常的一样 所以口不渴一般不是诊断具体什么病 大概只能说明 筋液没有受到严重的这种影响 当然可能寒症的这些病变更多见一点不影响他 但并不是说口不渴就必须是寒症是施症 是吧 其他只要不太影响筋液的都不管他了 这是第一点 口不渴 主要注意的就是口渴了 那么你可能很容易想到说到口渴就什么问题了 要喝水了 要喝水就说明什么 筋液损伤了 但是这个就要注意一下了 口渴不能说都是筋液损伤了 就是注意这个 不要说到口渴就一定筋液损伤 你如果建立起这么一种观念 可能在临床上就会发生一些错误了 治疗上很不好了 因为一旦说筋液损伤就该怎么治疗 知音生经 知音生经 知音的药物很致腻 我们有的时候口渴的病人 就是那些失血弹着组织引起的口渴 你再用知音的药物去那非常不好 所以对于有口渴的病人 你还得怎么办 病人说了口渴你就一定要往下问 问下面两个问题了 口渴究竟想不想喝水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口渴他说了口渴 你还要问他想不想喝水 一般说来想喝水的 而且喝水量比较多的 你还要问他的喝水量是多还是少 想喝热水还是想喝冷水 这些都要问了才能确定下来 一般说来口渴想喝水 而且特别喜欢喝冷水 那这个是热血伤筋的 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口渴就是高热伤筋的 是最容易的 其他的一些呕吐腐脸下粒 粒就是腐脸了下粒 发汗出汗太多都是损伤了精液 精液不足了 他只能饮水来补充这个饮水的精液的量 所以他会口干口渴想喝水 消渴病指的是什么 那么他怎么精液损伤呢 因为他有尿多 三多一少的多尿 尿多了小便排出太多 精液不足了 只好用喝水来补充 所以这些都是要饮水量 比较大 他才能说明肯定是精液损伤了 当然再说他要喝冷水的话 当然当然就肯定更是热血的三号精液 只能在这个范围内 而我们更多的教材上全部都在口渴欲饮 用的第二条说的口渴欲饮 但是其实他下面讲的很多现象是口渴不欲饮 所以这个名词上要注意一下不是很复合的了 是吧 这条只是说下面都是口渴 有些是口渴欲饮 有些是刻不欲饮 所以这个我们遇到口渴的病人 你要一定还要询问他是不是 虽然有口渴 但是不想大量喝水 这个经常我们临床上能看到这些病人 他喝一点水稍微在嘴里边润一润 那就行了 甚至于都不向下面吞 然后又把它吐掉 就漱一漱口 有一点精液滋润一下就好了 或者就稍微喝一两口吞一下 这一类的精液虽然有一点损伤 有些可能有一点轻度的损伤 有些甚至于就完全不是精液损伤 只是精液在运行上发生了障碍 精液被阻止了 精液不能上达色面 色面口腔得不到精液滋润 所以他稍微口渴一点 但是他体内精液的量度缺乏 就不需要再喝水去补充他了 所以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 精液疏不障碍的肯定就 没有说精液一定要损伤 既然精液没有损伤 治疗上就不需要怎么样了 不需要自阴神经的问题了 因为他往往可能 比如说说到的 谈失的组织了 谈瘾组织了 精液不能上达舌面 口渴了 那么谈失组织的 吃热组织的 这些你用知阴神经的知逆药都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在这儿中间又可能有这么多的原因都可以导致他出现口渴 但是口渴之后饮水量不是太大 然后我们说进一步还可能询问的刚才说他要饮那点水是饮热水还是冷水 为什么要这么问 比如说谈饮就喜欢喝热饮 为什么呢 一般谈失要形成是水湿泪停 聚集才是谈失 对不对 那水湿要怎么泪停 那多半就是皮肾阳气不能运化气化了 才导致水湿泪停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喜欢喝一些热水就可以温化这些谈失 是因为他洋气不足才导致的谈失内生 所以他这就可能是喜欢喝热饮 遇到口渴的你还得这些问下去 遇到是热饮饮水量不多 考虑谈饮的可能性大了 只能用化痰的一些药物治疗 吃热的刻不欲饮 甚至于水饮停留在胃肠太多了 里边都有大量的水饮 你再喝下去水怎么样 排出了 同性相次了 里边都有水饮 你再喝它当然不舒服 只有吐出来 所以这就说明水饮还很多了 更不能用知音生经的药了 虽然是口渴 浴血引起的口渴的特点 就是刚才说的 它常常还可以不往下吞 有了这么一点树树口又吐掉了 叫淡于树水不于烟 我们常常用的这个树 看见它用这个树语 淡于树水不于烟 一般就指的是淤血引起的口干口渴 这些都是习惯用的一些术语 一般的最后这一条才算精液有所损伤 损伤轻一点的 所以口渴有一点不是太严重 这样我们说 对于口渴的一定要这么去询问了解 这一类的虽然它饮水量不大 但是它的口渴的症状并不一定很轻 这个不是成正比的 不是要口渴多饮的 才说它口干口渴很厉害 口渴不于饮的 就口渴的感觉就不厉害 这个不是成正比的 完全可能 这个饮水量不多 但是他觉得口干呢 有些病人叙述 他口干那个天堂肝道 很难受 半夜三更的都可以干醒过来 难受 睡觉了干醒过来 结果你要叫他喝水来 又漱一漱口 不喝了 是吧 所以这个它完全是说 口渴是个感觉 饮水量的多少是另外一回 是吧 那么一定在临床上 诊断的时候需要询问清楚 是吧 询问清楚 这样作为我们说这个 口渴方面 是吧 需要询问的一些内容 把握好的 第二再说问识 说 饮食口味中间说识 那么识的话呢 我们说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什么了 饮食不好的了 说 现在说食欲减退 食欲减退里边 这个说的是吃饭的饭量的多少了 问识主要说的是这个饭量的多少 那么食欲减退 第一次注意的我们中医爱用的术语呢 是爱用这些 腊扫腊呆腊叉 现在叫食欲减退了 中医爱用的是这个腊 而且是脚丝旁这个腊 是腊骨瘦腊的腊 不要写成那个炎字旁那个腊呆了 有时候没注意看一下 反正我们中文在那边有个腊呆 那个词一写就写成那个炎字旁一个腊呆 那就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了 有发生这种错误的要加以注意 这个是一个 第二那么就是病机上 一般说食欲减退 饭量减少辣呆 容易想到的就是什么 脾虚了 在中国人一旦说到这个 好像胃口不好了 就要吃什么药 开胃健脾 好像就说脾胃虚弱了 所以注意一下 你在这往下面看 脾胃虚弱的 固然可以饮食减少 但是还有很多是食症一类的饮食减少 你就不能用那些补医脾胃的一些药了 要把这些食邪的组织在脾胃的 要把这些邪气给排除了 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施血困疲 因为施血犯人我们说了就只能一般说来就主要是 洗灶物施 有了施就困疲了 这个是甚至于在严重说的第二条这个厌食 只能说食欲减退中间最严重的程度 完全不想吃了 道理上它还是一致的这个道理 那么厌食中间你看 那么很多的那都是属于食症的范围了 饮食极致了 吃了太多了 堵在那儿 当然就更不想吃了 更不想吃 当然这种不想吃 它很容易有一个 就是特别是它 是吃什么饮食极致在那儿的 它特别厌那种食物 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特点 再加上我们说纹疹把它用上了 一旦说到极致 纹疹就一般要说气味酸腐了 说气味的酸腐酸臭这个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是那个肝胆失热脾胃失热 这些失热组织 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厌食 从今儿特别是我们现在说肝胆失热 说厌油湿 有点儿 类似于现在说这些 是吧 胆囊这些疾病的 特别厌油湿的这种情况 所以它这些都是说饮食减退了 食欲下降 那么这些应该说都是食症的范围 你这些病你都用补义脾胃的是不起作用 对吧 不起作用 最后厌食第三的一条说的这个早孕反应 西医叫早孕反应 我们中医说的这个叫认诚恶阻 但他这个人可以说是一种怀孕早期有一些恶心 呕吐是吧 厌食这个不想吃了 这个呢 他可以是生理性的 不是特别的严重情况下 当然也可以 不用说一定要用什么药物去治疗 是吧 他度过这一段时间就逐渐恢复好转 只能说严重的完全吃不下去了 会影响到这些 是吧 他的营养了这些方面注意 所以这只是这个疾病上说认诚恶阻 具体的一些治疗 要看他的 是吧 去加以调理的具体的看他究竟是哪个方面的一些 这是食欲减退一类的减退一类的注意的这种情况 而食欲增强的 与他相反了 食欲太强了 那么这就叫多食一击 或者叫消骨散击 消就是消耗掉了水谷 而且这种人吃的很多 吃下去多食了 一会儿又饿了 而且还不长肉 吃的很多还很消瘦 是吧 那有些人他吃的多又消化吸收了 又长了 这个当然就他的饭量特别大 这个就不说了 是吧 说的异常就说 他吃这么多都被火就烧掉了 没有被皮去消化吸收提取他的营养物质来营养肌肉 所以这一类的才是说他异常的 那么一般说来多食欲击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病肌就只有一条了 就是什么呢 病肌上其实就只有一条 就是胃火赤肾 胃火太肾 简称就是胃弱 说到消骨散肌 其实最主要的病肌 中医认为就是一个胃弱了 就要倾泻胃弱 主要是这个 在这儿写了这么几条的话呢 其实说的疾病来说 可以鉴于消可病 是吧 可以鉴于消可病 因为消可病 三多一少有十多饮食多 那么为什么导致他饮食多 是胃弱太肾 把水沽消耗掉了 他只能又吃下去 是吧 或者是鉴于阴流这个疾病 阴流这个疾病 前面说过 这儿肿大的 是吧 这个病的话呢 它那个产热很重 那就消耗人体的这个热量水沽 消耗的就很多 所以他就要大量吃下去了 是吧 那么这个消耗中医来认为 他也是胃弱太肾 吃下去的就被胃火给烧灼掉了 所以这个阴流这些病 也比较消瘦 是吧 他这个 还是指的胃火 第三这一条 那你说这儿还有一个 胃强 脾弱呢 那么这儿还是说的胃强 什么叫胃强 所以就消骨散机而言 还是由于胃火太肾 胃的腐熟受腊功能太强 所以他还是指的消骨散机就是胃火吃生 这儿这个脾弱是什么意思呢 是伴随了大便堂蟹 这儿还为什么写一个半大便堂蟹 因为半大便堂蟹 说明脾弱能很好的消化吸收那些食物 还没有吸收完 病走大肠 有点腐蟹 所以如果不办这个大便堂蟹的情况下 只说消骨散机还是个什么问题 胃火 所以真的我们就说临床上只说消骨散机的话 中医辩证诊断就是胃火 就是这一个问题了 这一个病机 这些消可阴流 这些只是疾病建于这些病 知道这个就行了 消骨散机 一般胃弱吃生 大概这是饮食里边比较提到的 前面提到的三者 其他后面还有一些饮食失调的 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讨论了 今天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